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视频也是在用各种角度嘲讽和贬低Uzi 包括一个所谓的虚空纪录片 称Uzi两次拿到亚军之后风餐露宿 流落街头 S8结束后人人喊打成为过街老鼠 结果这个up主就遭到了封号处理 引发观众热议 很多黑粉为这位up主打抱不平 都在问 这次的封禁理由是什么 Uzi的压制力是否太过强大了 关于这个事情 想要给出合理分析并不难 吃Uzi黑粉流量 但是用非常恶意 直白 泼脏水 扣帽子的方式 对其本人进行攻击 包括对Uzi疾病的人身攻击 大量使用冰糖雪梨道具 嘲讽Uzi的二型糖尿病 再来使用AI换脸技术 将Uzi的脸批到董卓头上 类似各种视频平台 都有大量的换脸视频出现 但很多在视频中经常出现的形象 包括东北F4 刘海柱等 都不会进行追究 原因也很简单 看视频本身的性质是怎样 如果视频用了AI换脸 对其本主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 被知道了是一定会追究的 而如果视频里面出现的换脸角色 本身不存在恶意 单纯为了搞笑 同时也能起到为本主引流宣传的作用 自然就不会进行追究 在互联网上 不同的人会拿着不同的饭碗吃饭 Uzi的黑粉数量众多 很多人都将要吃这口流量 但手法也有高低之分 横向对比的话 之前的雇佣者水平显然更高一些 毕竟可以说成是 这些都是粉丝们的原话 来进行反驳 别人都是阴阳怪气 但这个秀兵更像是单纯的骂接触出情绪 这件事引发关注后 很多观众扒出了这个up的黑历史 曾经恶意攻击过Faker 不仅是Uzi黑粉 还是Faker黑粉 翻了一下之前的视频 发现这个up 曾经用Faker担亲家庭这个事情 来进行调侃 视频内容是Faker前面有一个按钮 按下按钮可以拿下世界冠军 但同时他的母亲可能会有危险 结果画面里象征Faker的小人疯狂按动按钮 停不下来的那种 后面就是Faker纪录片哭的镜头 这个视频与Uzi电竞董卓的那个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用最低烈恶心的方式玩梗 对选手进行人身攻击和恶意抹黑 最让人生气的是 这个up的另外一个小号 曾经公然造谣Faker奶奶去世 引发重怒后直接跑路 就是这样的一个up 居然也能被很多观众视为精神领袖 在被封号之后 大量观众为其打抱不平 开喷Uzi神的压制力 让别人闭嘴 但会有更多人站出来 这个up主的所作所为 以严重程度来说 封禁账号都算是轻的 Uzi和Faker如果想要追究的话 都可以将其告上法庭 侵犯肖像权加诽谤 索赔名誉损失 现在各个行业都比较流行梗文化 LPL这边也一样 在符合事实前提的基础上 进行适度玩梗创作 可以让观众们会心一笑 达成非常好的娱乐效果 但很多时候过度玩梗 或者说为了玩梗 故意歪曲编造事实 用恶意攻击的方式去玩梗 就会让人感到不适 这次的休赛期 很多人为了顺应黑Uzi的潮流 用各种夸张的方式去阴阳怪气 诋毁甚至攻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Uzi的团队 或者LPL官方下场整治网络环境 就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尤其是类似AI换脸的那种创作 已经侵犯当事人肖像权 如在用别人头像的情况下 还对其进行攻击 当事人自然可以出来整治你 个人认为 Uzi皮肤的这个事情 大家还是适可而止 Uzi本人都不知道官方出了皮肤 也不承认这个皮肤 很多人骂着骂着才发现 Uzi这个皮肤 不过是一个换皮的炫彩 而且质量不高 与冠军皮肤存在本质上的差别 回过头来 再用另一种方式嘲讽 横竖都是错 两头堵 就没什么意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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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